我發現西班牙的戲劇題材 很多都不是走那種 一般正常劇情路線 常常會有那種出現 腦洞大開出乎意料的劇情 像接下來這部 艾妹賭局也是一樣 裡面出現的三角鏈 不是大家常常看到那種 兩男爭一女的情節 而是親兄妹 居然愛上同一個女人 這是怎麼回事呢 一切的開端 來自於西班牙最大的海事公司 原本由女強人妹妹 掌管公司的事務 二哥則是整天只會吃喝玩樂的公子哥 互不干涉對方的兩人 在公司面臨困難的時候 出現了不同的意見 妹妹覺得要裁員 要合併工廠才能改變公司現況 但是二哥卻想要開發新型的渦輪 而不想參與兩人鬥爭的大哥 卻提出了一個怪招 什麼怪招呢 如果能夠讓沒有談過戀愛的妹妹 在一個月內脫單的話 就願意支持弟弟 一場坑妹大作戰就此展開了 沒想到坑人意外 居然坑到自己 她跟妹妹愛上同一個人了 這個難題該如何解決呢 光看男女主角的顏值 不管是哪一個 都讓人好難選邊站 尤其是女繼承的那種 充滿破例的模樣 真的是非常帥氣 到底哪一隊會有情人中成眷屬呢 當然不可能爆雷啦 要你自己看了才知道喔 這次是 那些人的工具 她的家人 是一個很容易的 某些人 是一個人的家人 都在工作中 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 你怎麼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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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這個人 我教你 我修理人 我修理人 你誰是 你 我修理人 我修理人 我來做一份工作 你就是我唯一 我來做一份 所以我來製作 你怎么要驻驻到 你会想要运动 你会想要靠熟 我上次愿意 你会战胜利 我喜欢你 Oli, Amigui,有三个人 你会把她移到我的妹妹 你喜欢她的 impresion感 我感觉 我是卡olina瓦队 我是 Isabel 我对《Guardianes的门》 是装成的 是完美的 你把眼睛拆了? 不是 這應該是更努力的